美國聯邦調查局將星期三一對夫婦在加州一個社會服務辦公室進行屠殺的事件作為是恐怖活動進行調查 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科米表示到目前為止的調查發展跡象 激進的殺手從外國恐怖組織中獲得力感 科米還表示沒有跡象顯示這對夫婦是恐怖分子小組或網絡的一部分 他還說這件案中的一堆證據並不說明問題 聯邦調查局洛杉磯辦公室助理主任鮑迪奇在星期五表示 出現了一些證據顯示這是一次恐怖分子的行動 包括這些屠殺事件是經過大量策劃 鮑迪奇不願意談論具體的證據 聯邦調查局局長科米 聯邦調查局長科米 紀錄 利部分 16自小組的食品 兩為四個事件 有人談論 職人